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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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講講五行雙生雙黑的圖 首先來講五行雙生就是火生土 為什麼火會生土呢 因為這些泥土經過火提煉 然後才能夠成為有用的器命 所以叫火生土 土會生金 因為泥土裏面有很多金屬 所以是土生金 金就會生水 金來講是代表一種五金 或者一種硬的東西 當它提煉過或者燒過之後 就會變成液體 液體就等於水 所以金就生水 水生木很簡單 即是倒水下去 植物就會生 所以水生木 木就會生火 很簡單 鑽木取火原理 所以來講是木生火 好了 這叫雙生的圖 好了 看紅色字那邊 就是雙黑的圖 火就會刻金 火刻金 因為金屬 金會刻木 比如斧頭砍入樹木 金會刻木 斧頭砍入樹木 金刻木 斧頭砍入樹木 就會絕斷 木就會刻土 是吧 那麗土裡面 有些樹木 植物 轉開一些 泥土形成 所以是木黑土 那土黑水呢 又是水 比如泛濫來講 那些泥土 塞沙包 將它成為堤壩 將水呢 攔截了 所以土就會刻水 那水 土黑水 那水是什麽 水是黑火 是吧 那麽意思 就是救火原理 那麽意思 所以這個叫 五行雙生雙黑的道理 這個也都要明白的 因為當我們斷的時候 雙生雙黑五行的時間 那個五行就會出現 那個雙黑的問題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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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有素敵 風 你 那麽 你 你 我 側 你 你 這麽